日空日日日下集的世界 日合的報告 各議市文化局的說明性大陵陵 各議市長民會參加高庭會賓 還有表演團隊的代表 共同來拍鄉底開幕的大樓 今年開幕華東議營樂優議這位主席 由主辦的各議市 雲南官 各議官陷台南市 各別甚至既有特色的表演團隊 帶來各地風景顧色的演出 在中東北基盤市場 讓民眾感受到一項不一樣的下節藝術行業 工藝市場吳明慧串的舞會來賓 和表演團隊的代表 共同拍相大樂 2022夏制藝術節 好心拍我 三部一同一年下節藝術者 性大規模 由工藝市觀藝團 帶來留在工藝市的演奏 讓參謀民眾感受驗在市区 像我活躍的街頭頂頭 也憑著土地的分風 接下來包括台南市的台南樂節 訓練官的泰智樂節 工藝官西班子輝酒公務協團 倫歡酒牛帶來相當精彩的演唱 參與民眾感受夏天 相改在整個演奏 現在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今年度的夏制藝術節 這也是集合了從嘉義市嘉義縣到雲林 還有台南市四個縣市的 我們已經辦了連續七年的活動了 那在這裡呢 今天輪到嘉義市我們來主辦 我們今年辦的是音樂遊記 藉由音樂藝術讓大家認識每一個城市 我覺得這個時刻呢你不用跑到很多地方 你來到我們雲嘉嘉南這幾個藝術中心 總共有發達的一個項目 然後有六十場精彩的演出 在今天呢從今天開始開幕 那一直到九月四號 這一段期間就是暑假的期間 歡迎大家注意到相關的很多的細節 六十場這麼好的演出 請大家一起來觀賞 夏制藝術節 音樂遊記等待你一起來 讓我們一起享受一下快樂的音樂 暑假吧 在九月四號 夏制藝術節除了開幕主題 音樂遊記的下落活動之外 包括移動局長 一聚茶一工隊一間店 一想家一出戲 還有各市的關切合 主任合基盤的創意地球比賽 一把星八的主題 總共有六十場相當得完 精彩的基本電影 要拍攝大家作為六位 唱完活動的基本書家 相是在活動內容 可以像是控制在夏制藝術節的關放網站 都有面子來查算 星星新聞 中廷宋王秀宣 跟他一起採訪報道 尋見嘉義人的熱情 跟嘉義人的奧客 尤其在面對的疫情當中這麼艱困 做好防疫之後 我們要往前走的更重要的動力 藉著城市桌遊 你可以看到更多更精彩 嘉義人的熱情跟美食跟好物 讓大家能夠一次看得夠 一次也買得夠 廣越嘉義人 廣絕比競技 GO 2022夏制藝術節 鑽連四線式共同策劃 以音樂遊記為核心 規劃八大主題 總共六十場高品質演出 最精彩的開幕 就在嘉義市文化廣場 廣越與人文的融合 是社區表演藝術團隊的典範 創造出嘉義市管樂城市 人文之度的光榮前景 透過音樂勾勒 俯成數百年的人文風景 傳遞台南土地的芬芳與感動 傳統創新多元的演出風格 運用不同的打擊樂器 呈現雲林人藝術與創意的大結合 樂團加上熱鬧的非洲鼓與舞蹈 貼近台灣的演出方式 展現嘉義縣西班子 對創作一貫的執著與熱愛 2022夏制藝術節 音樂遊記 我們不見不散